哈囉,大家好,我是Toy 抱歉啦,抱歉 剛才拍一拍出問題了 所以我知道從這邊重新拍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繼續吧 OK,我們到達頂樓之後 我們到達頂樓之後 那我先帶大家去一個捷徑啦 這個捷徑你必須要有護士帽才OK喔 如果你沒有護士帽的話,你要走很長一條路 OK,這裡就是要有捷徑 你有護士帽,就可以從這邊直接進去 到我們要抓的一集點 那不行的話,帶你們去走一個... 陶甲坡 但這條路很難走 很難走,而且一堆陷阱 一堆陷阱,我每次跟你們開玩笑 不要看完樓梯就往上走 跟著我走就對了 不然的話你們99%應該會走錯路 而且根本不知道 會覺得說 哇賽,那怎麼會在那裡 看到這個樓梯之後我們進來 旁邊一堆床,你們知道我們要走哪裡嗎? 你們知道嗎? 哈 你們知道嗎?我跟你們講 走哪裡好不好 走這裡啊 走這裡 好不好 誰能想得到這裡能走 誰能想得到 那我們趕快出發吧 這條路真的也是夠奇葩的 這條路真的是夠奇葩的 這條路真的是夠奇葩的 好,那走到這邊之後就好走了 我們走入這個洞洞 往這裡走 當你發現那片新天地的時候 就完成了 好不好 好,那這條路 這條路過了才 就會出現一等的 殭屍了 一等的 食屍鬼 還有一等的腐屍 但是會混搭的其他一些高等怪啦 會混搭一些高等怪 但是數量很多 數量真的很多 大家不用怕沒得抓 真的很好遇到 真的很好遇到 這樣就可以輕鬆遇到一等的 殭屍的 對吧 很讚齁 那隊友就把它打飛了 那也沒辦法 那也沒辦法 這裡就會出現一等的殭屍 一等的腐屍 跟一等的食屍鬼 那出現的機率非常高 出現的機率非常高 不過大家要小心 這邊還會出現一隻 要把它算是小王也不算 也不算 就是一隻30等的牛鬼 這邊會出現一隻30等的牛鬼 這條路就是專門出一等的殭屍 腐屍跟食屍鬼 但是還有機會出現 不是每一場出現喔 還有機會出現一隻30等的牛鬼 大家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如果你們想打王的話 你們如果想打王的話 走進這個樓梯 就會遇到阿魯巴斯 跟他的最終決戰型牛鬼了 那他們的實力其實還蠻強的喔 還蠻強的 所以 呃 我不推薦大家這麼快去挑戰他 就是 50等在挑戰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就是 大家來抓一等殭屍的啦 好 OK 那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我再跟大家補充一些重點 我跟大家補充一些重點 這邊 就是你要入場的話 你要入場的話 一定要晚上 就跟我上部影片說的一樣 那路途很遠 上部影片看得出來 路途他 像我這隻走有16層 他有16層樓 所以 等級的話可能 我推薦等級是OK的 只是比較難走而已 比較難走 好 然後 我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請隊友 陪你來的隊友們 身上就帶一隻寵物就好 甚至如果你們夠強的話 不帶寵物也可以 完全不帶寵物也可以 然後 封印卡多買幾張 因為這邊很好 遇到一等的殭屍 然後又有時間限制才可以進來 對不對 所以你們可以 呃 整隊抓滿 你看就遇到了 你可以整隊抓滿 然後 再 離開 對 整隊抓滿再離開 我建議 同行的隊友 同行的隊友對不對 呃 那個 身上就是寵物不要帶 自己也不要帶 這樣的話如果五個人來 最多可以抓啊 25隻嘛 對不對 然後 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要 再次進來抓的話 一定要去解 前面的步驟 拿到那三張 委託書 一定要有三張委託書 才能進來 好不好 這就是 幾個重... 呃...來抓殭屍的重點 第一個要晚上 第一個要晚上 第二個 要我是三張委託書 第三個重點 親吧 隊友 跟自己的寵物都放在銀行 齁 因為這張可以抓到最多隻 因為一趟路途很遠 啊...當然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不用多說啦 也好像也算一個重點 第四個重點 封印卡要多帶幾張 至少帶超過25張啊 假如說你一張就中一隻 至少就25張嘛 就帶多一點 封印卡多帶一點 好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你們大家的收看 那也祝大家可以抓到一堆殭屍 做到一堆超級完整漂亮的改薑 好不好 那謝謝你們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